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正初音樂》 多少年的追尋 多少次的扣 香愁是一碗树 香愁是一杯酒 香愁是一朵雨 香愁是一生情 你眼神外境又无净 日久它香尽故乡 留着你可记得 徒弟的方向 妈妈你可知道 儿女的心肠 一碗水一杯酒 一朵雨一生情 在重庆市东北部的 林阳县阳平村 毛家正在举办一场婚礼 乡村里的婚宴需要多人协作才能完成 阳平村无论谁家办婚礼 其他村民都会赶来帮忙张诺 不分家族 不分姓氏 婚礼所用的全部食材 由跑长途的邻居负责到县城采购 掌勺的是开办龙家乐的毛姓大哥 负责上菜的是陈家和护家的大叔大婶 婚礼所用的餐具也是各家厨房拼凑而来 一家有事大家帮 全村人通力协作 成就了这场热闹喜庆的婚礼 既节约了成本又融洽了关系 邻里宗族间互帮互助 这样的传统在阳平村已经流传了数百年 阳平村位于长江八阳峡的北岸 全村一千多户散居在方圆七平方公里的山栏上 三千多位村民姓氏多达五十三个 其中熊 毛 富是人口最多的三个家族 他们都保留着各自的族谱 在富是族谱的家训十条中 对子孙后代有和林木族的告诫 彼居为林 共宗为族 林有同景之义 族有一半之恩 历史上一些邻里互助的故事 也被记载在族谱中流传下来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 附近山中的土匪常常袭扰村庄 有一次土匪绑架了一位村民 向他的家人勒索巨额赎金 当时的地方政府无暇顾及 各大家族就一起出钱出力 把人质成功解救出来 在《熊市族谱》中 也有相似的记载 熊市富族人家每到年中或节庆 都会周济贫困同乡 给穷人送衣送粮 和睦互助的风气代代流传 并在杨平村形成了一套 与时节相对应的互助习俗 我们和睦相当 我们熊家的有几个规矩 有规矩的 一是每年的二二三月混 就是在春天播种之前 在我们这个地方 就叫荒语 这个时候就要求要互相结局了 二个就是在每年的拿月混 撒粮猪 邀请周围的邻居到家里来 吃啥糊糊 打个牙齐了 打牙齐了 对那个撒不起猪的人家 还要带一点 花一点 花一点 带人回去 对 三峡文化学者胡亚新 常年研究长江沿岸村落的历史 多次来到杨平村考察 在他看来 杨平村人 如此看重河林木族 史自一段久远的历史 甚至在杨平村建村之初 它的行程就已是必然 原末明初 明末清初 两次长时间的战乱 使四川地区民生凋敝 人口锐减 很多地方变得荒芜人烟 所以当时出现了洪武大移民 和湖广田四川 两次由政府倡导的大规模人口迁徙 杨平村绝大部分家族 就是在这两个时期千居至此 移民到一个地方去 第一个问题 生存 但是这个生存 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是不行的 他先是一家一家的幾兄弟 或者是一个姓氏 他为了很好的生存 就必须抱团 比大家在一起 普通有你一个家人 你买不起家具 你有锄头 我又逃跑 这就是母族 数百年前 没有任何代步工具 入川的移民翻山越岭 徒步几千公里 乘着牧船 挑拨在峡江的滚滚烂桃之中 在一片荒山中 顽草为叶 开辟新的家园 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 所以除了同性宗族内部的团结和睦 他们还要联合外姓家族 齐心协力建村立庄 后来这个生殖越来越大 来的人 外姓的人越来越多 你不能自顾自己 所以就必须要牧林 要和邻居搞好关系 搞好关系过后 也是为了和大自然作斗争 所以它主要的目的是 生存的需要 它当时人们并不会总结 要和林啊 牧族啊 它不会这样讲的 它作为这种习惯 它就自然地上升到了 道德的层面 成了一种传统 杨平村所在的巴阳峡 因长江三峡大坝的落成 水平面提升了一百多米 如今这里是碧波浩渺 竟如平湖 但在过去不到九公里的巴阳峡 却以显著称 被称为长江的咽喉 峡谷 像是硬生生裂开的一条大石缝 万里长江从中挤过 最窄处仅有八十米 最深处却有四十多米 可谓是江从天汉开 水从石上流 不仅仅过往传之 要面临重重考验 巴阳峡两岸的村民 彼此互通交流 也因为天欠变得异常困难 一九五六年和往常一样 村民陈光汉和二十多个杨平村同乡 一起乘着木船到江对岸的黄柏 用胡豆去换大米 因为是全村一周的口粮 所以即使当天风大浪急 大家还是坚持渡江 然而当船即将靠岸时 却突然发生了意外 木船被浪头掀翻 所有人全部落水 陈光汉的水性 在当地数一数二 几下就游出江面 救起身边的两位同乡 把他们拖到了岸边 当时陈光汉就拿两个人起来 就起来 然后再去救人 就别人把他拉住了 就沉睡了 后来就没有起来 就死了 陈光汉和其余十八人 一起不幸逆亡 当时陈光汉的儿子陈明华 刚满五岁 其余三个子女也都没有成年 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妻子 毛天英一个人身上 尽管生活艰难 毛天英并没有抱怨 她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以父亲为榜样 继承阳平村的传统 我母亲都是说 我们长大之后要像爸爸一样 要多做好事 不做坏事 村民也没有忘记陈光汉一家 左邻右舍都会时常送来粮食衣物 龙芒时候还轮流帮干农活 一直到几个儿女长大成人 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帮扶 像结婚娶亲这样的大事 村民也不让陈家犯愁 我们三弟兄 我们三弟兄 都是邻居 都愿意 都愿意 住都愿意 到处都不放 我便宜要放给一个贫穷的子弟 就是我大嫂 我大嫂给我兄弟媳婚 两个是姊妹 是亲姊妹 我也是本来的 不到三分钟都到家 要说这样啊 是很不容易的啊 这件事情 我都要采访你的分子分开 要想别人对你好 也首先要对你不好 也对别人不好 别人肯定都对你不好 在杨平村人看来 越是乐于住人的家庭 越值得信赖和托付 因此都争相把女儿嫁入成家 陈明华成家后 经常会带着妻儿 去照顾村里的孤寡老人 无论谁家有困难 他都会主动帮忙 2005年 湖北的养蜂人石朝鑫 来到杨平村 满山的果树花香 让他决定在这里安家 陈明华就主动 把自家房前的院爸 免费提供给石朝鑫 作为养蜂场 我都感觉到这个住戏 又安全感 又舒服 从此石朝鑫和陈家比邻而居 遗住就是十一年 两人以朋友相待 两家像亲戚一样走动 我说你现在又有病 又高血压病 我说你就把你的儿子的 那个电话要给说 假设你生了病的 我们除了送你到1年7日外 还要告诉你的儿子 他也住得安心 不仅仅是陈明华一家 村里人都和石朝鑫 这个新邻居相处融洽 每年石朝鑫返乡 杨平村人都会送一些枇杷 柑橘的树苗 现在他在湖北的家里 已经种起了十几亩的果园 而石朝鑫则给杨平村留下了养蜂技术 把蜂场变成了免费的土蜂养殖培训班 他已经在杨平村交了四个土地 村民柳惠平在他的指导下 建起了三个蜂场 年产蜂蜜超过三千斤 杨蜂人一年四季追寻着花期 过着游牧般的生活 石朝鑫从来没有想过 会在哪里常住久留 而且还和当地人建立起如此深厚的情谊 杨平村对外来人的接纳善待 让石朝鑫把这里 作为了他的第二故乡 我后人已经两个后人都学会了 我不想到他们一定要来 还是到那个地方来 一定来 深受附近影响的陈明华 继续把住人的家风传递给下一代 每年琵琶或是柑橘收获的时候 陈明华的儿子陈立松都会开着小货车 爬上一个棵山头到村民的果园边去收购 杨平村很多果园都处在半山腰 村民卖一袋琵琶或一篓柑橘 都需要卑扛尖挑 顺着山间小路一步一步 来回走上两个小时 陈立松和山下的外地客商收购价格相同 自己多花一些时间 多费一些力气 就是为了让老乡们少走一点路 陈立松过去在深圳工作 看到父亲渐渐年老 儿女慢慢长大 加上村里的水果产业 发展得如火如荼 陈立松萌生了返乡创业的念头 回到村里的陈立松和极为同乡 成立了国品公司 建起一座800立方米的冷库 还为村里开拓了网络销售 在村里工作 陈立松能把更多时间留给家庭 陪伴自己的孩子一起成长 这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故事 自己自己爷爷的事情 我们必须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让他们明白 你不帮助别人 我相信别人也不会帮助你 而且还要提高自身的这种素质 光对别人好没有用 你没有能力 你没有水平 是帮不到别人的 从古至今 杨平村人 都像陈光和祖孙三代一样 把和睦相邻帮助别人 作为自我要求 也作为教育下一代的行为准则 上一辈影响着下一辈 上一代传承给下一代 这种和睦莫族的这种做法 大家都从里面受益 另外大家在这个里面 都形成了很深的情感 中国人特别想情感 那么只要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 你都会觉得很爱这个环境 那么大家都会去维护它 那么一代一代下来 它就很容易形成一种风气 熊德复是杨平村熊市家族的第二十代后人 他做过农纪园 2002年起担任杨平村村之书 杨平村自古种红菊 但红菊的经济价值较低 熊德复意识到必须改变种植习惯 才能提高村民的收入 于是他四处求教 引入经济价值更高的柳城树苗 并在自家果园进行嫁接改良试验 三年后 他培育的柳城大丰收 并以高于红菊四倍的价格销售一空 忍转了这条路的熊德复 开始向村民推荐 但当时大家习惯 把土地用来种庄稼栽红菊 一时接受不了这个新品种 熊德复就一边劝说村民 一边把自家培育的上万株树苗 免费分发给各家各户 那我听我哥哥说 他送的太多了 每家每家都有 每家每户就有 不是我们一个村都他也送了 熊德复还帮村民 蔬花蔬果防止虫害 传授给他们管理经验 然而就在大部分村民 都种上柳城的第二年 熊德复被确诊 罹患十道癌晚期 我们在院里就找不到他 就是他嫂子里就把我带在他面前 我根本就没认出来是他 认不出 村民熊淫渝和很多同乡 都陆续探望过患病史的熊德复 看着他身体每况愈下 所有人都很揪心 我们去看他跟我说一句话 他都说我这个是不行 他说那下面的工作 都有你们的些人 亲人来带动 把那些贫穷的 要让他们扶起来 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最记得清楚的是那一点 是 熊德复去世后不到半年 杨平村种植的柳城 就第一次迎来了大丰收 很多村民种果树的收益 比往年反了一倍 熊德复现在还清楚地记得 哥哥熊德复生前 叫他栽培果树的情景 还确实大家都没有这种继续 这些果农还有很多 都懂得管理上 需要这种人才 这种人才能修 经过几年学习摸索 熊德复开始在哥哥培育的 品种基础上继续进行改良 并研究果园的现代管理 他会定期在村里 开办果树栽培管理培训班 把自己总结的经验 和研究的成果 及时分享给村民 对于熊德东来说 这既是完成哥哥的一致 也是要延续阳平村 互帮互助的传统 在阳平村 像熊德复熊德东兄弟这样 帮助别人不求回报 正是他们的祖辈 流传下来的做事原则 一大早 七八个阳平村媳妇 就赶到了熊德东家里 一刻不闲地忙着采摘装箱 因为重庆市的商家 跟熊德东订购了一批柳城 第二天就要发货 这是阳平村在收获季节 常见的情景 我们都不是做得一堆的事 他们坐得远的话 都打电话上也搞不定 他们马上都弄了 有的她坐得远的 她都坐车来她都坐去弄了 这些女人们 有一个很亲切的名字 贴心嫂子互助组 过去阳平村像很多村庄一样 男性村民常也卖出务工 家里的女人 除了要照料一家老小 果园一年到头 所有的农活 也都由她们来承担 马上干净一结完 结完那都休息 五月份要开始买琵琶 琵琶 桃子 梨子 那都是农蒙姐姐 那是最棒的手 蛇长蓝 是贴心嫂子里的老大姐 二十年前 她的丈夫 就开始外出打工 但是她从来 没有为农活发过仇 其实自古以来 村里果园相连的几户人家 就会在农忙世界 互相帮助 2006年 大家商量成立 贴心嫂子获助组 把全村各家岸区域 规划整合 让林里互助的船头 变得更有效率 不管哪一会儿的 江南驾鱼 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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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护的日常生活中 如今 一个邻里互助的网络体系 正在阳平村中逐渐形成 村民胡长军的家里 有一个特殊的设备 爱心呼叫器 实际上 它是一个报警装置 与其配套的信号发射器 安装在胡长军的邻居 孤寡老人毛天匹的家里 毛天匹患有癫痫症 一旦它出现紧急情况 就可以按下发射器按钮 向胡长军一家求救 是晚上九点钟 它一时呼叫器叫了 我就过去 过去还不是癫痫病 就倒在地上了嘛 我不是把它弄起来嘛 也不是送到医院去了嘛 再给我们这两天三天一次 再去看它一次 就是那些情况 哪个情况多得很 除了紧急情况 平时的衣食住行 也可以通过呼叫器 请邻居帮忙 在整个阳平村 爱心呼叫器 共有三十多套 阳平村每一位孤寡老人 或者是子女 在外工作的空巢老人家里 都必备一胎 小小的一胎呼叫器 连起的不仅仅是 邻里间的通讯 更是人与人之间的 那份信任与关爱 你无论形式怎么变 它变的 始终是它一个外在的形式 那颗爱心它永远不变 所以它有贴心扫子 爱心呼叫器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以形式变了 过去那套东西不是用了 而是想办法 在新的这个形式下 我们怎么样把它巩固下来 继续发挥作用 进入腊月 阳平村开始陆续杀年猪 为春节做准备 左邻右舍也都来帮忙 大家一起做几桌 热气腾腾的杀猪菜 眼睛四邻 是每家杀年猪必备的环节 对于阳平村人来说 杀年猪是件大事 因为过去吃一顿年肉 很是难得 越是珍贵 越要与邻里分享 而现在大家聚在一起 是为了邻里宗族间 代代延续的深情厚意 按照家族的老规矩 踢肉师傅早已帮主人 留出两条五花肉 送给附近的两位孤寡老人 在几百年前 对于初到这片山地的 阳平村祖先来说 和林牧祖 是他们在这里 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 而到今天 互帮互助 依然是他们创造 美好生活的保障 让他们乐于去分享喜悦 也敢于去分担忧患 一个村落 拥有一个家的温暖 才能让他们 又共同面对困难 并肩向前的动力和决心 万月入沟 勾起几朵 几朵乡愁 一壶老酒 迷醉浪漫春秋 历经沧桑的记忆深处 收藏了几朵缠绵静柔 心斗满天 点亮几朵 几朵乡愁 一首老歌 抚平相思伤口 鸟语花香的房间屋红 资深厚的烟雕 陈云noch 未来不及一首寸 陈云夜的物丸 寸云皇帝 配竹楼 成态 典云皇帝 鸟宝家 熊鸟 长生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